谈点银河护卫队三里那些搞笑名场面 场面一 在电影里 亚当术士第一次出场 就与银河中人来了一场大战 在战斗的过程中 继承勇度少剑的克拉和林准备偷袭亚当术士 然而下一秒 场面二 在电影里 因为火箭浣熊被亚当术士攻击 导致生命垂危 银河中人来到了反地球 寻找拯救火箭浣熊的办法 然而刚下飞船的德拉克斯 就与反地球上的小朋友 来了一个亲密互动 场面三 影片中的大祭司 为了找到卡摩拉的下落 抓住了他的同档 进行了审问 但是经过一番审讯 却没有得到任何信息的大祭司说道 然而下一秒 场面四 在亚当术士与迎户众人战斗后 受了伤的亚当术士正躺在大祭司的怀里休养 这是至高进化突然出现 并说道 然而亚当术士却这么回答 场面五 当星爵和卡摩拉等人 正被潜入奥格集团 寻找火箭换雄的基因代码时 星爵利用太空服的单独 频道对卡摩拉进行了深情的告白 然而蟑螂女却突然说道 长面六 当众人来到了反地球 找到了这高进化所在的实验基地后 星爵和星云以及格鲁特 三人准备开车前往时 用惯高科技方式开门的星云 竟然不知道如何打开这种老式车门 而且星爵的开车技术也实在是太烂了